第五卷 第二十四章 工程学院 李懿隔着埃及 有些愕然地看着桃远山那微微颤抖的身躯 有些不知所措了 这怎么回事 即使墨家的思想 有爱自己的行动 自己大不了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怎么会轻易地灭人满门呢 他哪知道 在世人眼中 开荒团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无从揣测 可是松江苏州打行几乎都没惹李懿啊 就算惹了 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李懿就突发雷霆之怒 灭人满门啊 几百上千人杀起来眼都不眨的 人人都知道是李懿所为 可哪有人敢去追究李懿呢 这已经是超脱法律之外的人了 这法是只给老百姓立的规矩 李懿已经完全可以自己立规矩了 然后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李懿缓缓道 这是何一啊 桃远山哀声道 少师大人明见 墨家早不是原来的墨家 现在的墨家传承的是记忆 各朝各代两千年的追杀 墨门怎么还敢有自己的思想 少师大人窃息雷霆之怒 墨家决不敢来劝宁止杀 去实现什么奸爱 桃远山再自不量力也不敢有干预 少师行动的想法 祖师当年直处恭颂 如今看实属智者所不为 桃远山不过草民 万起少师宽幼 哼 我不怪你 起来吧 桃远山偷看李懿的脸色缓和下来 这才爬起来 李懿最讨厌跪地这套了 尤其是在加上一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但是随李懿的权势日重 这种场景偏偏是越来越多了 桃远山道 如今的墨门所出都是能工巧匠 大明的工匠是剑技和奴隶无益 曹明只希望我墨门能脱离将级不再做奴隶 李懿兴说你就直说嘛 你们墨门不就出工程师吗 工程师本来就是高级知识分子 朱元璋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他当然和别的皇帝一样 以为天下就一个大明居于中央 那其他的都是蛮夷小国 当然会采取愚民政策 墨门这启迪明智的思想 自然是身为君王所记的 但是李懿知道 现在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英国 奥匈帝国 西方许多国家 武力都已超过大明了 也超过了自己 自己怎么可能固步自封呢 李懿道 只要墨家不是一味的固守己见 无论是在大明 还是海外 我都能保你们荣华富贵 受人尊重 谢大人 桃远山感动得屈膝又要跪 李懿赶紧拦住 哎 你应该知道 我不喜欢人下跪 桃远山再次致谢 人力有实际 我莫门千年前 便发现许多物力可用 可惜不为俗事所容 不过 最近在物力方面有了突破 便想献给少师大人 哦 你且说来看看 桃远山道 少师可见过茶壶烧水 当然了 水开后 茶壶盖会被顶起 少师可留心了 李懿惊道 卧靠蒸汽机 亏得桃远山 不知道这个卧靠是什么意思 不然 李懿这光辉形象 立马就得掉三级 李懿知道 很快瓦特就会改良蒸汽机了 蒸汽机并非是瓦特发明的 在瓦特前一千多年 就有蒸汽机出现了 不过经过许多人改良 瓦特是改良最成功的一个 其实李懿也一直很奇怪 以这华夏人民的智慧 怎么可能搞不出蒸汽机这东西呢 等到了这个时代 李懿才知道 如果有中国人在古代搞出蒸汽机 难度绝不在技术上 而是在制度上 那就是 这人不但不会受到任何奖赏 还很可能因为弄出这么个妖怪 而被杀头 李懿几乎可以肯定 在古代华夏人民 肯定有许多人琢磨过蒸汽动力 不过没有机会去进行科学实践罢了 桃远山道 少师说的果然形象 就是蒸汽机 现在我们已经克服了蒸汽利用的难点 可以用这个动力代替驴子拉末了 李懿点点头 他模糊记得 蒸汽机最早应用 好像是矿井抽水 后来是纺织叶吧 再后来才是机车和船只 曹明想 如果把这个东西能用在船上 那何必用那封帆 那封帆顺风也就罢了 逆风行走 难度可是大得很 这一个蒸汽机 设计的可是有铁匠和其他许多工艺 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吧 桃远山点点头 不是一人 也不是几十人 是十几代人了 自从我们陶家做火箭 希望上天的老祖故事后 我们发现 这火药做动力太爆裂 不可控 就开始把以前琢磨的蒸汽机拿出来 这一晃又是两百多年了 遮遮掩掩的 那走到今天才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必大有所为啊 李一新说这不废话吗 这个世界都会迈入蒸汽时代 当然是大有所为了 不知陶先生需要我做什么呢 桃远山窘迫道 我们莫门虽然有些积蓄 但是积蓄都来自于出师弟子的收入 工匠这行收入本就不高 所以如果改造船只动力这一项 我们利有未待 而且还怕有人发现 所以希望少师庇护 你们成熟的莫家子弟 有多少人呢 在陶家书院的还有一百多 外面各行各业有七百多人 哦 你知道徐光启吗 当然知道 您收留了徐光启这天主教徒 才让我们敢露出莫门身份 希望少师大人接纳我们 徐光启负责的 叫科学院 科学院之后呢 会有许多分院 比如医学院 文学院等 你们这门就叫工学院吧 李懿想了想 徐光启现在在南京新疆口的基地 那个基地啊 方圆几十里 傍山面水 可是展的空间很大 安全由我们开荒团负责 尽管放心 你的弟子呢 以后都可以去那工作 月营呢 我看这样 由你考核定级 这一级就叫工人 月营二两 二级呢 叫初级工程师 月营五两 三级就是中级工程师 月营十两 四级就是高级工程师 月营二十两 五级就叫特级工程师 月营一百两 至于你这些弟子 该如何评级 评定标准是什么 你自己制定 要力求公平 公正 公开 经得住推敲 我们允许犯错 但要及时改正 桃远山随 李一说话 心中也在默默的盘算 到后来 已经惊讶的双眼瞪圆 嘴巴也张开了 等到李一说完 桃远山道 少师大人 您可知道 您很可能 仅仅月营 一年支出就是几万两 如果再加上材料等费用 恐怕每年就是 十万二十万两银子 你知道我批给徐光 起的银子是多少吗 多少 无限 多少都随他用 你们工学院 也是科学院的一部分 当然用银也是无限的 不过 普通实验无所谓 如果打算大规模 投入人力物力 必须先立项 就是定出个项目 大家研究可行性 通过之后 再申请全面启动 这样呢 就避免人力浪费 在某些无意义的地方 但是有些项目 可以不用讨论 比如你说的 这个蒸汽机项目 现在有多少人参与 六个人 以后这个项目 作为特殊立项 到新疆口基地后 无论这个项目 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都无限的支持 李毅心中暗道 这会发展下去 东方和西方 也不知道谁先进入 蒸汽动力时代呢 第五卷 第二十五章 墨门秘记 墨门有墨门的规矩 墨门的规矩是 一旦你加入墨门 那么大家就都是兄弟姐妹 只要别人有口饭吃 就饿不死你 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一旦你加入墨门 你的一切就都是墨门的 你的收入要上交墨门 墨门也有权利让你做出任何牺牲 包括生命 这个门派被儒家彻底镇压后 转入了地下 在江湖上也并不招人待见 被称之为磨门 磨教或者磨派 基本就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状态 墨门的知识见解远超普通人 他们早就发现了天时不对 万历四十五年 墨门所在地金华府已经下了四场雪了 这个冬天还没结束 比万历四十四年就多下了两场雪 天也冷得多了 金华最近几年是一年冷似一年 这墨门是玩科学的 查考他们的几千年传承技术 他们发现了问题 这天在逐渐的变冷 墨门最先发现小冰河期的到来 历史上是有这样逐年变冷的记录的 那寒冷一旦到来 就是天灾人祸几十年 然后就是翻天覆地 改朝换代了 墨门怕了 不仅是为天下百姓 为他们奸爱的思想 也是因为这样的变化 每次都让墨门结束难逃 墨门眼见灾祸四起 几百万灾民流离失所 坐以待毙 他们也是吐死胡悲 知道乱世不远 他们推测的一点也没错 马上进入万历四十六年 就会有一场空前的大雪灾到来 到时候连广东都会被大雪封门 动恶而死无数 福建 苏航 宁波 比广东雪更大 更冷 南方这么大的雪 李毅记得后事也曾发生过 那是科技发达时代 也会道路阻断 房屋被大雪压倒几万间 死亡随时会降临在百姓身上 那可是个飞机满天飞的时代 还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在古代 那几乎就是等死啊 遇见到未来的末门 比旁人要焦急多了 他们派出几路弟子 行走天下 寻找破局的契机 终于他们发现了艺术 那就是李毅 李毅正在大规模移民辽东 这辽东本就是苦寒之地 大雪封门那是常态 寒冷恰恰对做好准备 应对寒冬的辽东是无效的 末门想移居辽东 但是又发现不可能 这辽东现在只接收灾民 他们算什么呢 后来辽东又接受开矿的人 他们还是没机会 就在他们等到快失望的时候 李毅来了 他们就想出这个献保求存的策略 要说末门完全像桃远山所说的 放弃末家思想 只剩下技术传承 那是胡说八道 桃远山是被逼无奈 才说出内话的 不过桃远山也确实已经准备放弃 至少非公这一部分思想了 面对杀伐果断的李毅 他感觉到对方好像就是末门的人 也奉行着奸爱非公 不过 李毅奸爱的是华夏百姓 不向末门扩展到天下 李毅非公面对的也只是华夏百姓 甚至还不包括百姓中的那些渣子 这是一个抡着屠刀推行奸爱非公的人 看起来比之末家要狭隘 不过末家奸爱天下 这天下百姓有许多野蛮种族 真的值得奸爱吗 桃远山知道最近的一件事 那就是日本和中国一直友好 可是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 国力刚强大 做出的第一个决策 就是以朝鲜为跳板 想要吞并大明 结果日本是失败了 但大明也同样是大伤元气 这样的种族需要末家去奸爱吗 事役事役 祖宗的学说也应该及时修正了 桃远山决定先迎合李懿 以后的其他再说了 桃远山深深意义道 草民多谢少士 桃远山知道 李懿让自己把钱发给弟子 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 看自己能否放弃 末门财富集中的规矩 他决定 把末门这个规矩先放弃 必须放弃 不然怎么取信李懿呢 不过桃远山心中又涌起了一丝悲哀 时间久了 弟子们就都知道拥有钱财的好处了 恐怕都会投向更强大 更能支持大家的李懿吧 桃远山微微摇头 驱除杂念道 少师可愿见见这些末门精英弟子 李懿当然没问题了 两人来到前仓 又是一番一让之后 李懿坐在上手 几名弟子和桃远山 依次坐了 两名歌女被赶去了后仓 桃远山介绍了一下 一个叫陆星的弟子 正是负责蒸汽机的 李懿对陆星道 我已经和桃先生说了 以后的五级工制度 以后呢 你就是第一个特级工程师 不用审核 我特批的 享受月钱一百两银子 出行由保安公司负责安全保护 陆星当时洗得呆住了 不相信的嘟囔着 我月银百两 李懿笑了笑 工匠在我李懿眼中 不是剑籍 是宝贝 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你们 那首先让他们仰视的 就是你们的收入 这收入低了 给到什么名目 都不管用 李懿在后世 最能深刻体会的 就是各种的节日 哪个行业有节日 你有多光荣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你这个职业 工资 那必然是很低的 李懿觉得 如果真重视某个行业 还是限时些提高工资吧 自然大家都会仰视这个行业的 李懿道 你就尽力做好这个项目 无论钱和物资 无限制的供应 陆星已经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 只是一一道地 再三表示 自己一定不负所望 就听李懿又说 这个蒸汽机呢 封闭不好会漏气 动力不足 但是封闭好了 里面压力过大 会爆炸伤人 你们可都是宝贝 损伤不得的 你得优先琢磨 压力到了一定程度 最好呢 有个自动减压的排气口 另外啊 最好有个能显示压力的装置 不要操之过急 安全敌 陆星已经听入神了 他的蒸汽机已经爆炸过一次了 好在没有伤到人 他正在琢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李懿就已经提出方案了 对于陆星这样的技术能人 只需要给出正确思路 就已经足够了 陆星发自内心的说 感谢少师大人指点 李懿星说 我如果学物理的 早就告诉你更详细的东西了 可惜啊 我也就只看过瓦特的故事 李懿相信 蒸汽机会很快推出的 这一是因为 李懿相信 华夏种族的智商 相信末门的技术积累 绝对不低于西方 二也是因为自己的大力投入 群策群力好办事嘛 李懿转头对陶远山道 陆星的蒸汽机啊 要加大研究力度 这还需要陶先生 调配各方面的人手 争取两年 拿出一个成果 陆星在一旁说 现在湖上有一种船 用脚灯动轮子 带动船型 我琢磨了一下 我的蒸汽机安在船上 把船变成蒸汽轮船 完全可行的 李懿对陆星道 蒸汽轮船 看这个不错 燃料呢 既得要用煤炭 而且最好是碎末状的 燃烧稳定 蒸汽机如果一个动力不足 就想办法把两个三个串起来 当李懿对陆星说这些细节的时候 研究蒸汽机的几名末门弟子 都是肃然起敬 不怪说少师大人学究天人 果然句句切中要害 这些细节 大家日后肯定会仔细琢磨 但是得到李懿的指点 就能节约不少的时间了 李懿呢 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让他去做蒸汽机 那肯定是做不出的 不过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在后世电影中可是没少看到 现在李懿满心都是期盘 这个蒸汽机得什么时候 才能投入使用呢 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看到李懿终于停顿了 另一年青年终于找到了机会 少师 我叫向阳 我看孔明灯飞天有所启发 现在我琢磨的大孔明灯 已经能带动一只猫生空了 说着 拿出纸笔 在纸上画了一个孔明灯的形状 声称只要在里面点上燃烧的猛火油 这东西就能带动一只猫飞起来 李懿笑了起来 亏你用的是猫 跌下来也跌不死 猫被称为九命猫是有道理的 后世有人做实验发现 猫在五层楼以下坠落 基本上都会毫发无伤 从几百米高空丢下 多数猫也是能活命的 猫的平衡能力和骨骼缓冲能力 在动物界中真的是首期一致 第五卷 第二十六章 拍案惊奇 李懿接过纸笔 随手画了一个带吊篮的热气球的形状 你这个东西应该叫热气球 咱们周围充满了气 热的气比凉的气要轻 只要给这个球状的东西里面的空气加热 这个东西就能飞起来 这球越大 带的东西就越重 当然了 这气球和腾框要尽量用轻的东西 气球的面料最好是不透气的 你说的猛火油 就是省阔梦西笔潭里的那个石油吧 向阳点点头 李懿继续道 这个呢 不要在热气球里面燃烧 要在底部这个开口处这里燃烧 加热空气 这样气球里的空气一热 比外面的空气轻就能飞起来了 桃远山激动万分 祖上用火箭飞天失败了 如果用这个 不就可以飞天了 李懿道 是可以漂浮在高空 但这没什么意义 因为向哪个方向飞 取决于风向 而且危险一样会有 比如说起火 桃远山道 想飞天还能没有风险 我祖上舍命做火箭升空 就是舍身求之 少是您的才智 可以做莫门的老师啊 李懿却摇摇头 知意行难 真正想把飞天梦实现 还得靠你们 说起来 这热气球飞天 需要突破的难关 比起蒸汽机来 可不是一个档次的 蒸汽机可以引发工业革命 是机械力第一次超越了人力 处理 这里面的技术含量 可以不断地挖掘完善几十年 而热气球说穿了 真的就是孔明灯的变形 只是受限于材料 比如热气球的面料 气球里面是普通空气 还是氢气 还是氢气 喷火装置 喷的是猛火油 还是油气等等 不过 李懿觉得这个太简单 升空不过是举手之劳 行动方向又受到限制 军事用途不大 总不能飞到敌人头上 向下扔砖头砸人吧 现在又没有航空炸弹 所以毫不在意 其实这也是因为李懿后世经常坐飞机 这后世飞机的廉价 有时真的让人瞠目结舌 李懿还记得 一次年前 自己从沈阳飞上海玩 网购机票价格是298元 上了飞机呢 就想和一排座的几人嘚子一下 问林作机票价格多少钱买的 林作就说了 198元 李懿顿时就郁闷了 然后旁边那座说 你买贵了 它是98元的特价票 后面一个学生笑了起来 说自己拍的是一元出行 打那之后 李懿飞哪里都是票比多加 精打细算 比如有一次 李懿从沈阳飞三亚 需要1998元 但他发现 沈阳飞长沙 498元 长沙飞海口 298元 海口到三亚 两个小时动车才83元 对于当时的他来说 能省下一千大元 所以李懿就感叹了 这还是精打细算日子好过 不就多起降几次吗 为了省钱 我忍了 对于李懿来说呢 飞机就是贪小便宜 才坐得憋死人的大陆货 当然 头等舱出外了 可是在这个世界 哪里有人曾飞到天上去过呢 李懿解说这个热气球 远比李懿指点蒸汽机 注意事项 要更加让人震撼了 桃远山行说 什么是天才 李少师就是啊 我当初还想避丑自珍呢 贵得后来反应得快 清心投靠 这李懿学究天人 我莫门这点玩意儿 还真不够看 看来莫门想在记忆上有大突破 真得常常请义少师 李懿大人呢 眼看着就到腊根了 年味儿越来越浓 西湖岸边不时有升空的暴走 发出脆响 刹那间的灿烂也燃亮了天际 桃远山和李懿约定 年后莫门就全体搬家 到南京新疆口 莫门更名为中华工学院 属于中华科学院下属的分支院校 李懿又把大美女王岳生 引荐给大家 这拼拼停停的大美女 立刻就把莫门那些老土包子们 给迷得晕头转向呢 李懿告诉大家 王岳生这个女歌唱家 要建一个歌舞剧院 让莫门设计最漂亮的建筑 不差钱 这下连桃远山在内 一起拍胸脯保证 一定建造出许无前例 天下无双 美妙绝伦 美伦美奂等等等等 所有美好形容词 于一身的建筑 要让天下人一看到这建筑 就不远万里 要来中国 这是什么精神啊 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 跑题了 反正呢 就是阿旁公在他面前 那都是个屁的意思 等到王岳生 清土方英 逐个致谢 这帮土包子 赶紧回礼 碰得凳子 东倒西外乱响的时候 李懿就担心 以后这末门工资 都得送王岳生了吧 不行不行 王岳生这种歌星的 提升比例不能太高了 这可是摇钱术啊 事实证明 李懿还是相当的高瞻远瞩的 这王岳生 本就是大明第一名计 燕贯群芳的 尤其又是大明的第一财女 第一歌女 等到后来这歌舞剧园一开张 票价直接就是二十两银子起 两千个座位 两层楼的歌舞剧园 每日收入几万两白银 成了李懿的支柱产业了 负责经营歌舞剧园的陈辰 在李懿的指点下 与王岳生签订了年薪 两千两白银的十年合同 没开张时 乐得王岳生快飞起来了 自己天天出场 也没这么高的收入啊 等到开张了 火爆的歌舞剧园 才让王岳生知道 陈辰让自己选百分之十的提成 或者年薪两千两白银 自己丢掉了多大的一块蛋糕啊 不过人贵之足 当后来王岳生拿到礼 轻笔题的人民艺术家 那几个破字时 可把王岳生给激动得 经常是对字落泪 觉得自己一代妓女 人家给钱就得赔吃赔喝 甚至赔睡的底层人物 能获得如此殊荣 此生何求啊 于是也就放下计较 一门心思做起了艺术事业 再不琢磨那钱的得势了 当然 李毅也发现了 自己这字啊 实在不咋样 可是比什么书法家的字都值钱 谁求字可都得端住了身价 李毅在把中华第一日报 陆绍恒大主编 中华第一名嘴 柳敬廷 中华第一读书人 张黛介绍给墨门众人的时候 就没什么反响了 就换来几句不疼不痒的酒痒 弄得这几人都是心底大骂 这些搞科学的感情也是内心骚包 重色轻油 李毅又叮嘱墨门众人 有懂音响的 要研究一下这声音 要怎么样才能传遍剧院的每个角落 墨门众人立刻表示 这在建筑学上都不是个事 包月生姑娘满意云云 李毅感觉自己就是多说了一句 这帮色受魂语的家伙 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哪用得着自己再啰嗦呢 而此时林蒙初正在家中返仇 要说乌成林家 也是一个大家族了 林蒙初的祖上也是官宦名门 可是任何大家族开枝散叶之后 难免就有那落魄的子孙 中山晋王刘盛的后人刘备 不就是卖草鞋的吗 林蒙初到他父亲这辈 已经是落魄了 到林蒙初这辈 传了他父亲的刁板印刷手艺 自己又把宋朝的胡子印刷 研究出了新的刻字检索方法 本以为这下可算是发财了 哪知道命运多舛 给人家印刷东西 虽然多次校对 有时还是难免出现错漏 不但没发家 勉强糊口就不错了 后来一想 不如自己写个什么水浒传那样的小说 自己印刷贩卖得了 好不容易写出了个出客拍案惊奇 可是印刷出来卖给谁呀 怎么知道就会有人看呢 正所谓人穷至短 还是不敢背水一战 把小说复印 年前好不容易 来了个不错的活 印刷一本佛经 自己反复叫对 没有错别字了 结果人家来接收 义和对 是没错字了 但自己硬是少刻了一页 自己对佛经不熟悉 活又急 结果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那可真是倒霉催的 这没装定成册还好 再补上这页 晚两天交工 大不了少要些银子 可现在人家不要这佛经了 这下一本都舍里面了 今天早晨 那纸张的供货商就来催款 足足三两五千银子 自己拿啥当这银子呢 正范畴呢 房东又来了 让给个准信 年后继续租住就提前 将二两银子的订金先交了 不然自己可就在外面贴招租了 林蒙初好歹一个知识分子 那还是要脸面的 这大过年的 人来人往的 外面写个招租 不光明年没活了 恐怕小债主都会闻风而来要账的 林蒙初再三央求房东宽限几日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房东 做困愁成 英雄气短 真是百感交集啊 正感慨间 胡听房门啪啪敲响 这林蒙初心一下就悬起来 正所谓人穷美好事 难道又有债主登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